库迈从平台上走下,她留下了等待着的是米拉短暂的一生。 库迈要变成米拉,需要人们的帮助,首先是女英雄们的帮助。 一天,这位女英雄的兄弟,一位老人来到剧组。 她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她的细节,告诉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性格刚强勇敢,从不知什么是畏惧。 同时,这是一位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女孩,她爱读书,写诗,对事物非常敏感。 我尽量从内到外地向这位女英雄靠近。 在英雄的吉诺卡斯特城,有全城人的帮助。 那是在1968年,人们,特别是城里上了年纪的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 看到这种场面,他们不知道是在拍电影,心里十分惶恐。 当时制片主任就拿了一个大喇叭在车上喊,乡亲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演员,不是德国兵。 当然,库麦和米拉都需要同伴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场戏,当他看见一个小孩被德国法西斯打死时,他跑过去抱这个孩子,这时应该哭,可他怎么也哭不出来。 拍了一遍又一遍,整整一天,他还是哭不出来。 这时纳姆说,我来,说着就给了他一巴掌,把他打出了眼泪后,立即说,快拍。 终于完成了这场戏。 在吉诺卡斯特,他还要接受这座冰冷古堡的帮助。 城堡内一直有监狱,直到货茶当政的年代。 我记得在拍一场德国鬼子把我从监狱的走廊里拖出来的戏,利用间隙,我偷偷掀开古堡牢房门上的小窗口, 看见里面还关押着范园。 在真实的环境中拍摄,甚至还要接受敌人的帮助。 在苦难中,回想幸福的时刻是最痛苦的事情。 少校这个角色是由阿尔巴尼亚国家剧院演员弗拉舍里扮演。 我想告诉观众,敌人的恶毒不在于他的外表, 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所代表的思想里。 寻寻善诱的德国少校,简直像是研究莎士比亚的教授。 一个人,生下来就有个很大弱点,爱自己。 没人愿意去为别人卖命, 可人总被迷梦理想所欺骗,成为利他主义者。 我当时并不知道演的是哪个角色,下车接我的是弗拉舍里。 他一见我就说,好啊,来自阿尔巴萨的大人物,你来了。 我当时很机智地回答,是的,我来了,帝国的大人物。 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同伙,一个阿尔巴尼亚特务。 生活是美好的姑娘,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 有一场戏是他在天台上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当时嘴里含着一包从中国引进的红色液体。 我被打后,应该让红色的液体从嘴角出来, 可是我一下子将所有的液体喷出嘴来,甚至呕吐。 我跑到旁边哭了起来,弄得试着组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拉舍里走过来扶着我,很温柔地安慰我, 叫我别紧张,慢慢来。 快点手。 再次开始拍这段戏时,他让摄影机暂停, 说,多么无辜的小姑娘,我真不忍心打你。 对于一个17岁的游击队员来说, 对于一个还没有能上山打仗的游击队员来说, 监狱肯定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闪回,这个今天看来颇为常见的手法, 让当时好多中国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如果按传统方式, 影片的第一部分表现主人公自由的生活, 第二部分表现监狱里的斗争, 这就会使人感到很枯燥。 走出监狱牢房, 通过九段闪回, 让人们压抑的心情得到释放, 放松一下,喘一口气, 也能提起观众的兴趣, 让他们跟着电影走。 在接受了那么多帮助以后, 库迈需要接受闪回的帮助。 那时候, 我像你儿一样自由。 那时候, 米拉还很幼稚。 现在可能听得少了, 在这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这个在我们国人之间啊, 是作为一种调侃啊, 斗嘴, 斗嘴啊, 调侃啊, 包括这个尊厂之间啊, 这个片子后来放了一个, 大概是 公安部门到我们场里头来, 说有人呢, 写了一条反动标语, 莫索里尼永远有礼, 结果问那个案犯嫌疑人啊, 他说, 我就是看了二八家影片里头, 这个有这么长戏, 在问, 有没有这场戏, 我说有啊。 战斗它根本不行, 它就值得弹吉他。 那时候, 米拉只想上山去。 我们不能都到山里去, 这里也在战斗, 这里需要人。 我一九六一年在斯库台中学毕业以后, 就到艺术学院学习, 学表演。 在学表演之前, 我搞过一段时间的音乐, 擅长拉手风琴, 弹吉他和钢琴, 这对我的表演很有帮助。 那时候, 米拉拥有了朦胧的爱情。 她是阿尔巴尼亚姑娘崇拜的偶像, 所有阿尔巴尼亚女孩子都非常喜欢李克尔特。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革命者还玩吉他。 这是个关键问题, 不能不说这把吉他了, 这是一把意义非凡的吉他, 对米拉来说很重要, 对中国人来说也很重要。 这个片子给人最有印象的是里面的一个物件, 是一个吉他。 不知道为什么吉他 当时在中国大陆的名声不怎么好, 总跟小流氓联系在一起。 京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是国宝, 吉他算什么, 看那玩意儿, 有什么冲心? 你总把革命者想得跟平常人不一样。 应该老皱着眉头是吗?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这把吉他缓缓发出了声音, 他让想象中的革命另辟蹊径, 他让山上的春天充满了浪漫。 文字幕志愿者 杨菫河文贵 原来这句应该是 敌人害怕即将到来的春天 他们害怕我们国家的青年 就是有这样 我们青年就以为是自由 就是说敌人就是 就害怕我们获得自由解放 但是当时的理解 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前后很呼应的 就是比较押韵的 到后来我就 再听了几遍 后来看看好像中间有一个字母 可能是听错了 那么后来他们也就说 就这样将错就错了 这首歌毕竟已经是流传了这么多年了 一个美丽的错误 让许多中国人跟米拉一起 憧憬的春暖花开的时候 在山上去战斗 唱个歌战斗 当我去文化部电影办公室时 他们问我 谁是这部片子的作曲 我告诉他们 作曲叫伊波拉西姆 有关人员皱起眉头说 谁是伊波拉西姆 你不会是在犯傻吧 放着那么多知名作曲家 而我听过伊波拉西姆的作品 他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 普通的吉他 缓慢的歌声 飘过地中海 飘过漫长的欧亚大陆 红遍中国 那么后来我陪阿巴尼亚 好多代表他访问 到全国国体访问 到处好像人家都在唱这首歌 包括又有人都唱这首歌 那么所以阿巴尼亚人来了以后 就明显地就热烈银框 就觉得哎呀 我们中国阿巴尼亚 好像关系挺好的 连我们这么小的国家 你们都好像看得起我们 放我们的电影 唱我们的歌 他们非常感动 但是这首歌唱起来 却并不容易 其中 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一句 最为难唱 因为敌人的三字都是半灵界 当时中国歌迷中 十支有八九 唱的都不对 从歌声和闪回中走过来 米拉成熟了 库麦也成熟了 有一场戏是把我的头掀到水里 那天我正感冒 连续两天浑身疼痛 没法拍戏 我就跟把我的头掀进水中的 扮演德国鬼子的小伙子说 我实在忍受不了时 就用短背在身后的手向你安示 当时整个头发湿透 后背疼得厉害 我有点撑不住了 这一时艾拉巴勒导演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听着艾格勒蒂娜 你要忍住 你想想当时的女英雄是怎样忍受了敌人的折磨 而你现在和你的同事在一起 听了这些后 我真的忍住了一切疼痛 似乎很简单地完成了这场戏 德国人说出了蜿蜒辗转的台词 找来了勾系回忆的吉他 施展了残酷漫长的刑法 没有人动摇 正是那场在天台的戏 我站在天台上眺望吉诺卡斯特山城 那是我第一次小小年纪离开自己的家乡 父母 看着远处被云雾缭绕的忽隐忽现的山城 眼前似乎是一片海洋 我好像又回到了海边的家乡 因为离开家乡一段时间 我非常想嫁 我带着一片思乡的情绪 眺望四周 这样 我把女英雄对家乡的眷恋 与我对家乡的思念融为一体 古老的城市在明媚的阳光下纯洁无比 看电影的人会和姑娘一样 对世俗生活怦然心动 觉得睡觉 醒来 吃饭 洗澡 闲聊 吵架 都是美好的 往日所有的不经意 忽然间被放大了 米拉和阿菲尔迪达面带微笑 他们仿佛要去的不是刑场 他们要上山去 要赶在春天到来之前 adios 本科学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